明星们的婚恋一直都是人们关注的重要话题 虽然尚未明星 但他们也有和普通人一样的烦恼 那就是年纪大了都要被催婚 在男明星中 年过四十还未婚的胡哥和王凯 就常常是众人讨论的对象 这对好兄弟都是有胭脂有才华的黄金单身汉 却鲜少传出绯闻和恋情 此前王凯就曾在节目上 说过自己被妈妈催婚的烦恼 走过年回家时 妈妈对王凯说 这么大的年纪了 还不找个结婚对象 王凯则拿胡哥做挡箭牌 王凯跟妈妈说 胡哥还没结婚呢 我也不急 最后妈妈没有办法 只好退让一步 那你先生个孩子吧 不过现在王凯可没有挡箭牌了 1月31日 胡哥在社交媒体发文官宣得女 母女平安 官宣的博文中 胡哥还透露老婆非公众人物 说起来 胡哥今年也已经41岁了 不过之年当父亲走进了人生新阶段 也是一件喜事 说起王凯 不止王凯的妈妈着急 他的粉丝们也是跟着着急 如此优秀的王凯却迟迟不结婚 他到底在追求什么呢 和许多大气晚成的男演员一样 王凯的走红也是他多年努力的结果 王凯的第一个荧幕形象 是丑女无敌里的陈嘉明 有许多人觉得这个角色 是王凯的黑历史 因为陈嘉明是一个整日混在女人堆里 穿着花里糊扇 翘着蓝花枕的娘娘枪 可王凯却不这样认为 他对这个角色一直保持感激 如果没有这个角色的出现 王凯或许就不会继续走演员这条路 2004年 王凯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 年轻气盛的王凯 打算在娱乐圈大展拳脚 可现实却往往是残酷的 从他毕业后 他就一直奔波于各个剧组的面试 可他时运不济 经常碰壁 能拿到的角色 都是一些戏份极少的小配角 在北京的消费又高 整日没有收入的他 连房租都要交不起了 父母劝他回家找个稳定的工作 正当他打算回家的时候 他收到仇女无敌的剧组邀约 他拿到了陈嘉明这个角色 虽然这个形象与王凯差别太大 但却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王凯只能搏一把 没想到结果令人惊喜 王凯把这个角色演得很出彩 这个角色不仅让他受到了好评 还解决了在北京生存的问题 由于王凯把这个角色塑造的太成功 有许多同类型的角色都找上门来 开始王凯觉得没有什么问题 但演的多了 他就发现自己的戏路被局限了 他心想不能再演这样的角色了 不然以后就演不了别的了 之后王凯就主动转变戏路 他开始演起了知青 演了军人 慢慢的观众对他的印象也产生了改观 2014年王凯出演了 由孔商导演拍摄的北平屋战士 王凯在剧中扮演的梦为一卷 让他开始在影视圈打开了知名度 2015年王凯和孔商导演阿尔达和胡歌 一同出演了伪装者和狼牙榜 这两部剧都是当年的暴剧 王凯在剧中的表现非常出色 也是在这一年王凯成功走红了 灾难之后 王凯的演艺事业再盘高峰 拿下了多项提名和奖项 成为了一名家喻户晓的男演员 在《欢乐颂》播出之后 许多人都磕他和王子文的这对CP 剧中的两人太腻歪 观众都希望两人从戏里走到戏外 不过并没有如观众所愿 两人只是合作关系 在戏拍完之后就没有了什么交集 有许多不死心的粉丝想撮合两人 而现实中的王子文却是连孩子都有了 后来参加恋宗的时候 又成功与男嘉宾吴永恩牵手 王子文跟王凯的CP粉 蒙碎了 前不久王凯和蒋新也被传出过 将要结婚的消息 还有一些媒体拍到了两人同回酒店的照片 很快就登上了热诵 没过多久 蒋新方就强势辟谣了 直接删除了所有与王凯相关的社交动态 王凯和蒋新也是在拍摄《欢乐诵》时认识 一直是很好的朋友 蒋新还曾经在微博上发布过和王凯的亲密合照 配文是一句惹人争议的 他说他爱我 于是就人猜色了两人的关系 还有人称王凯已经向蒋新求婚 两人已经准备好了婚房 好事将尽 但两人其实只是好朋友而已 看蒋新的活缩成亲就能知道 两人之间没有恋爱 王凯曾说过自己对待感情是非常认真的 如果有喜讯 他一定会第一时间公布 王凯唯一提起过的一段感情经历 是他与他的初恋 他的初恋是个圈外人 两人是高中时早恋 一直到大学 这段恋情持续了四年半 最终以两人对未来的规划产生分歧 宣布结束关系 在王凯谈到这位初恋时 他也是满满的遗憾 可能也是因为对感情的遗憾 所以王凯才一直忙于事业 有王凯出演的电视剧必然都是精品 观众看完一遍又一遍也不腻 除了人人称赞的演技 王凯的人品同样也非常圈粉 出道多年 他从不营销自己 不炒作绯闻 与恋缘合作时 细节满满的绅士手 他们的王凯都有极高的评价 在许多明星都加入直播行业时 王凯一直保持初心 他一直在很好的诠释演员二字 在这个浮躁的娱乐圈 王凯的低调清醒 与其他人格格不入 但即使王凯如此洁身自好 却还是抵挡不住一些恶意的留言 有许多人以王凯多年空窗 造谣他的兴趣向 王凯走红之后 有人发出王凯203年 在泰国游玩的照片 称和王凯同游的11人 是同姓名媛团 这些人的兴趣向都与常人不同 除了这件事之外 还有人爆料王凯和一名健身教练 有不正当关系 还晒出了两人的合照 照片上两人看起来 没有什么亲密的举动 但该网友称 这名健身教练 在社交平台公布过自己的兴趣向 这样的传言越来越多 许多吃瓜网友都听醒了一面之词 怀疑王凯的兴趣向 就连王凯饰演的陈嘉明一角 也有人拿出来说是 角色本不该上升到演员本人 这样无端的揣测 是立不住脚的 谣言的力量可以摧毁一个人多年的努力 王凯芳在看到事态越来越严重之后 一向低调的他也出面发生辟谣 并起诉了造谣者 最终这名造谣声势的人 被判有期徒刑五年 从2015年到2017年 是王凯最忙碌的几年 也是他的巅峰期 繁忙的工作 不仅让他没有时间恋爱 也没有时间关心家人 2017年 王凯的父亲被查出癌症 在得知父亲患病的消息之后 他减少了工作 一有时间就回去陪父亲 直到父亲因病去世 王凯意识到自己这些年 确实太忙了 再一次拍戏时 王凯突然察觉到身体不适 胃部疼痛难忍 他连忙去医院检查身体 索性没有什么大碍 只是未结实 做个简单的小手术就好 王凯这才意识到 自己已经到了35岁的年纪 不再是个年轻小伙子 经不起熬夜 饮食不规律了 在他的身体也因为 长期的奔波病倒后 为了不让粉丝担心 王凯在微博解释了原由 他表示 自己要静养一段时间 之后 王凯就放慢了脚步 他的工作也不像以前那样高产 他开始更加注重生活 到了这个年纪 他意识到身体健康 才是头等大事 近几年 他也只有几部准的剧 虽然找上来剧本很多 但王凯大多都拒绝了 但大家还是希望 能看到王凯的戏 王凯也满足了大家的期待 他与谭颂音的新剧 向方而行 叫做又卖好 关于王凯40岁 还未结婚的一问 他本人也曾在采访中 回应过这件事 他表示 自己之所以不恋爱 不结婚 是因为他的子偶观很特别 还希望找一个 与自己心意相通 独立的人 如果能遇到 他一定会把握住 虽然那个人还没有出现 但自己愿意等待 可以看得出 王凯对自己的婚姻 有一定的规划 他不想因为到了年纪 就将就 他对他感情非常认真 我们也祝福王凯 能够早日找到 那个对的人 然后再度过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